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四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呢 第一节到九章的最后三十八节 有九主的神迹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马太福音记载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赶足了很多的污鬼等等 可是马太呢 他有意的选了几个 医治的事件 或者彰显耶稣权柄的神迹 来放在马太福音里面 所以马太是有做一些编辑 我们说这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八节 他有九个神迹 他把它分成三组 八章一节到二十二节 是第一组第一组的神迹 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神迹的前两个 包含医治这个麻风病人 包含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 一个是麻风病 一个是外邦人 那么今天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讲到呢 是医治一个女人 十四节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彼得这个时候已经从博塞大搬到加百农 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 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这个热病很可能是当时候的瘧疾 不确定啊 这是学者猜测 在当时候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人发烧就是疾病 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在宗教上的不洁净 一样看到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 他就是彼得的岳母 就起来服侍耶稣 这个服侍原来的意思 有照料供应的意思 直接的讲就是 彼得的岳母呢 他就起来 等于供应这个餐点给耶稣吃了 那这里表达了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指彼得的岳母就全然的康复了 完全好了 所以他还可以起来服侍 第二个呢 表达是彼得的岳母 他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感激的心 回头来服侍耶稣 对彼得的岳母 这其实就两节 可是我们如果深入的去默想 在当时候的医药是很不发达的 得了这个疾疾 那么很可能都会有一些 病发症的危险或者生命的危险 那么耶稣来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是当事人 我们是害肉病 躺在那里发高烧 很不舒服的 而耶稣一来 手一碰我们 精神立刻回来了 体力立刻回来了 说的不舒服都走了 那我们会多么大的震惊 你去想当耶稣一碰出 我们说的不舒服 离开彼得的岳母 望着耶稣 拭目相对的时候 耶稣会给彼得的岳母 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我想是充满连续的 充满连续的表情 彼得的岳母 也会跟这个 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 心里面 不单单是这个病得医治 他的心里面要被 耶稣的爱完全的填满 另外一个会打从心里面 有一个敬畏的心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谁 我是一个女人 在当时候的妇女 是地位比较低纬的 可是她却伸手碰我 这也是违背当时候 犹太人的律了 不过耶稣这个动作 是一个恋爱的动作 疼惜的动作 彼得的岳母 她经历一个不得了的 被耶稣服侍的经历 我再说 这个都是我们成为基督徒 很多的人 都曾经经历过的 我们也经历 耶稣这样服侍我们 这样爱我们 那你可以知道 当岳母起来 她来服侍 耶稣的时候 她的心是何等的缺越 而我们呢 我们被主服侍了 被主 医治 被主更新了 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有这么多的美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 回应耶稣的这个恩典 这是多说了一些了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了 这个十六到十七节 是等于这一组神迹的 一个小节了 这表示呢 耶稣的神迹 已经被许多的人知道了 那这些需要的人呢 包含鬼父的啦 包含有病的啦 就跑来找耶稣 那么为什么是到了晚上呢 但应当是傍晚 因为前一天应当是安息日 那他们会认为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不可以医病 所以到了傍晚就是隔了一天 那他们全部就来了 就是知道耶稣在这里 那被鬼附 被鬼辖制 有很多的疾病 那赶紧要来找耶稣 寻找寻求帮助 到这里我们会看见 其实这些人来找耶稣 并不是要最得赦免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 他是要为我们上司 是这样 这些人来找耶稣 最基本的动机是病得医治 是这个我的困难被满足了 被帮助了 那无论如何 这里显示出耶稣的大能力和权柄 不仅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 他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 这个表达 我们现在看起来也不觉得什么样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是人 也是完全的神 耶稣有权柄 他说是神 可是对当时候的读者来讲 这件事情是不得了了 因为鬼代表的是一个邪恶的权势 那耶稣竟然用一句话就吩咐 鬼就要离开 这代表天国的灵道 天国进到人世间来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疾病也好 鬼父也好 这个都是罪的后果跟代价 可是耶稣来带来了一个逆转 神的国领到了 一切都更新了 疾病得医治 然后呢 这个鬼被赶足出去 所以马太他在这里 又像以前一样 他做好像是一个向导 他把耶稣所行的 把他指出来 十七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这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不过我们看和和本翻译不太一样 因为这是马太他对这个旧约圣经 他用自己的意思来翻译的 我们看一下和和本的翻译 我们就很熟悉了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悠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难 当时候的犹太人看到这一节的时候 他跟以前面的经文一样 他不会只是认为是这一节 一定是包含整个大段落 包含甚至这一整章 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讲什么呢 我们如果继续往下念 我们就明白了 到底马太要指出来什么呢 他要告诉读者说 耶稣的医治跟赶鬼这件事情 背后显出了耶稣是谁 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刚才念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难了 这在讲那一位受苦的仆人 可是如果没有从耶稣来理解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以赛亚书这里在讲什么 为什么是被神击打苦难呢 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受苦的仆人 好像以为他是被上帝惩罚了 怎么会被上帝打成这样子 岂不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那紧接着第六节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击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确实看起来好像被责打 被苦难 被神击打苦难 可是事实上是因为 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 而他为我们受刑罚 为我们受鞭伤 使我们得平安 使我们得医治 所以马太在这里 他在说什么呢 他说 世人当时的人所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有能力 他显大神机 他医病 他赶鬼 所以赶快 我有困难 赶快来找他 可是 马太在这里 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看清楚 耶稣来 他并不是要来做医病 赶鬼 这不是他最最最核心的工作 他的医病跟赶鬼 显出了 他是以色列书53章的 那一个受苦的仆人 被人以为是 好像被神击打苦难的那一位 事实上并不是的 事实上是因为他为我们背负了世人一切的罪 马太要我们留意的事情是 耶稣的医治背后所象征的意义 他要显出来 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 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 那么我们说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八节 有九个事件 九个主要的事件 那十个神迹 那每三个事件就成为一组 这里是第一组 那每一组的后面都有一段 跟门徒的互动 十八到二十二节 就是在这一组后面 耶稣跟门徒的一些互动 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为什么很多的人围着他 不正是耶稣可以传讲天国福音的好机会吗 不是可以教训众人的好机会吗 这里耶稣却吩咐渡到那边去 吩咐渡到那边意思是说 坐船到对岸去 这个加百农 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岸 所以可能就是坐船到东岸去 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围着 这许多的人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这些人是来干嘛的 他们不是来听到的 他们是带着各样疑难杂症来找耶稣的 所以耶稣他来真正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人的这些疑难杂症 他要解决人最核心根本的造成这些疑难杂症背后的那个罪 所以耶稣发现了众人对他的跟随 是跟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是有点违背了 那另外一部分很可能他也是要带着门徒 有一些休息 因为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提到 耶稣呢 他会带着门徒有一些退休 有些休息 不管如何 耶稣在这里做一个决定 他要离开 那他要离开不是他自己个人离开 他是把群众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门徒 内圈的门徒 愿意跟随他 称他 不管那时候称他是拉比老师 或称他是主的这一群 愿意跟着他的 愿意做他门徒 还有另外一群人呢 是群众 就是从四面八方来 要来带着疑难杂症 要请耶稣来帮他们解决的这些人 所以耶稣就见许多的人围着他 就吩咐门徒说 我们到对岸去 就对内圈的人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文士来 他知道耶稣要带着门徒走 所以他就跑来跟耶稣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因为耶稣现在要坐船到对岸去了 所以这个文士就跑来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我要 我要做你的门徒 我要做你的学生 我要跟从你 在当时候是有这个习惯的 这个门徒呢 要去寻找他们所仰慕的拉比 来跟着他 来跟他学习 那么耶稣在这里好像的回答 好像泼他一盆冷水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人子就是说他自己 这里在讲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说 湖里有洞 他可以有牺牲之所 这个飞鸟有窝 他可以住在那里 可是他一生回应使命 他要到各处去传道 其实耶稣在讲的是说 那你要想清楚 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说你知道 做门徒是什么 因为这个文士他看到的 可能是耶稣他医病 哇很特别啊 各样的疑难杂症 当时候医生都治不好的 他祷告他触摸 他吩咐所有的病就离开 更神奇的是 这些污鬼 不管怎么样折磨人 耶稣一吩咐就离开 所以他就想 那我要跟着这个老师 很威风啊 可是耶稣在告诉他说 那我告诉你 你要跟从我吗 腹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我 人质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要跟从我 你要想清楚 你要付代价 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那么又有一个门徒 对耶稣说 这个门徒显然就已经是内圈的人 那很可能跟了一半 这个耶稣要渡到那边去 要坐船离开 那有一个人要来加入 那另外一个人呢 却说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好像从字面的意思就是 这个门徒他的父亲去世了 所以他必须回去埋葬父亲 结果耶稣回答说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这个死人是指 第一个死人是指 灵性死亡的死人 埋葬他们肉体死亡的死人 任凭没有要跟随主 没有信仰生命 就是前面指导会引到灭亡 会走到灭亡的那些人 埋葬他们肉体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这里看起来耶稣的表达很不尽人情 为什么不允许或者禁止门徒回去埋葬去世的父亲呢 所以有些学者试着要去平衡这个张力 因为他们感觉这样的耶稣很不尽人情 所以学者提出来两个解释 有些人说 在当时候有一些习俗 这是确实的 当时候有些习俗 他们尸体放在坟墓里面 过了一年要去捡骨了 要把这个骨头呢 把它捡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他的推托之词 事实上他跟了一半觉得太辛苦了 不想跟了 所以就讲了一个这样的理由要离开 那另外一些学者他认为说是 这个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呢 的意思是回去陪伴我年老的父亲 一直到他死去的时候 我把他安葬好 因为父亲年纪大了 那么我需要回去陪伴他 等到父亲我尽了我的孝顺了 等到父亲去世了 安葬完了 我再来好好的跟随你 那么所以这个人他还是一个推托之词 那么其实他意思是他不想跟随了 他就赶快要离开 不过耶稣就不准他 就跟他说你跟从我吧 学者试图来平衡这个张力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直接的证据跟理由说 这个门徒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不是指着他的父亲去世 就说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一些推测了 那事实上也没有太直接的根据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算是这两个理由 耶稣也是不敬人情 怎么不准门徒回去捡骨呢 怎么不准回去陪伴父亲 照顾年迈的父亲 直到他安葬呢 就是这样解释 耶稣还是不敬人情的 我自己认为 马太在这里 他就是故意呈现这个张力 假使耶稣真的这样说 当门徒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不要你来跟从我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跟随 这个对当时候的听众 或者对当时候的读者来讲 也是会 好像这个心里面被冲撞一番 他就说 跟随主是这件事 其实我认为 马太是故意把这个张力呈现出来的 马太在这里要强调的 不是在讨论 耶稣到底要不要门徒 愿不愿意让门徒回去埋葬父亲 我们当然觉得耶稣不可能禁止门徒回去埋葬父亲的 这里其实马太要凸显的是什么呢 马太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拦阻我们尾声跟随主 我们试着要去来平衡这个张力 但其实我们这样做很可能 我们就忘记了 呼召我们跟随的是谁 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这个人 是耶稣 他是天国的君王 他是人质 他是三位一体 第二个位格 他就是上帝 所以耶稣绝对有权柄 这样挑战我们 邀请我们 全然为神的跟随 所以其实18到22节在讲的是什么 在讲两件事情 他不是在讨论 到底耶稣要不要让门徒回去埋葬死去的父亲 其实不是 而且我们认为耶稣 他肯定会让门徒回去埋葬父亲 因为前面彼得是门徒 那这个彼得显然还在照顾他的家人 还在供应家人的需要 所以耶稣不是这样不尽人情的 但是这里的记载 事实上马太要呈现 我们读起来会有那个张力 正是我们心里面对于这个挑战呼召的疑惑 就说要跟随主要付到这样的代价吗 就是要做主的门徒要做到这样吗 其实马太的意思是就是要这样 因为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是上帝 是天国的君王 当然要毫无保留的全然尾声的跟随 所以这一整段其实在讲这两件事 做门徒你要计算代价 你要想清楚 是要付代价的 我大一的时候 我那时候高中高三才信主 所以我上大一 等于是这个初信 所以又是新生 那时候团契学长非常的照顾 非常的欢迎 百般的呵护 我要去参加小组 几个小组的小组长就在那里抢人 他们用各样的关心探访 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人关心我 送我很多的点心 考试前还有人送欧帕堂 有补品 很多人来为我祷告 我觉得做基督徒太好了 好多人爱我 我一举手说我有困难 很多人都愿意陪我听我 我可以找这个辅导 我可以找那个学长 好多人都想关心我 到了大二 开学 我也期待大家这样疼我 没有想到呢 这个团契的主席就来找我说 你已经是大二了 我们要成为同工 我们要去关心学弟 变成我要去探访 我要掏腰包去买补品 写卡片 送欧帕堂 我要打电话去关心这些需要的人 我做了一阵子 我就发现 哇好累啊 做基督徒是这样子吗 那时候让我停下来 重新思考 什么是做基督徒 我才明白 原来跟随主 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 有很多人爱我们 那是因为他们付了代价 在那个时候 我重新做了一个决定 要付代价 但是 主啊 帮助我 我愿意 我愿意 就这样一步一步 才知道跟着主 我们可以为主付更多的代价 更信任主 更被主的爱摸着 我们可以再给主更多 可以再被主用更多 可以再为主付更大的代价 所以这就讲到第二个 第二个门徒所面对的 或者马太在这里要呈现的 就是我们跟随主 要全然的委身 要让上帝高过一切 在这里讲的是亲情 但是对我们来讲 可能也包含事业 我们委身上帝高过一切 有让上帝高过我们的事业吗 如果有些我们的工作是 违背神的心意 我们能不能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 能够避开这些试探 或者用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方法 在公司里面 在工作职场里面 还有我们的婚姻 或者我们交往谈恋爱的方向 的对象 它是非常反对你的 这个我们自己的信仰 那我们是否真的要跟他走入婚姻 求主联名我们 帮助我们 这里的这个张力 我们读起来会有张力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 没有高洞 做门徒的要求 他确确实实 邀请我们 委身 跟随他 高过一切 不管什么原因 都不应该成为 拦阻我们 跟随他的原因 求主帮助我们 重新计算代价 再一次的跟随 跟上 并且再一次的 将一切的主权交给主 全然的委身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 才知道原来 跟随你 要付代价 才知道 跟随你 我们要 全然的委身 让你 高过我们的事业 高过我们的婚姻 高过我们 每一个决定 主求你 施恩 祝福我们 再透过今天的经文 使我们 重新计算代价 然后再一次 坚定的说 主我们要跟随你 主要帮助我们 检视我们生命 还有哪一些 在拉扯 再拦住 我们全然的跟随你 主啊 祢帮助我们 就在今天 我们做一个决定 说主啊 我要完完全全的 将自己摆上 完完全全的跟随 完完全全的被你来使用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